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西京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有很多的老年人年岁很高了 而且身体非常健康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 咱们找人去了解一下 你吃饭了吗? 吃饭啊 你又多大了? 快骑士了 快骑士了 69 69了 嗯 你这有几个孩子? 两个吧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看你老人家传的孩子们肯定会的也不老 传的不感情的那种 行 你不干活了 教练也没有老的 那肚子 哦 你这还有老的上面? 有啊 还有老娘呢 哦 也得吃骨子呀 你看这呢 正好肥老了也不能切 就是吃骨子 哦 这整个人得压着吃骨子 老娘呢 嗯 那男的有多大了? 这快95了 95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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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了隧道以外去 省天工好吧 省的好 去了隧道以外 别的没有病了 别的没病啊 他老子也这么大年了 那省天工好的 是呀 没别的没有病了 一年到两楼也饿不吃 也感冒了 也不感冒 也不感冒 鲜啊 鲜子上都没吃 哦 都95了 就是一点病没有 除了是隧道那边 这个要以外是吧 对对对 那平时老人家吃什么东西 身体这么好 这么健康 就是吃个 夹大饭 弄粹的 是吧 也没大鱼大鱼都吃了 哦 就是吃的蓬佩了吗 平常就乱了 哦 老人家锻炼什么 对吧 也不锻炼 也不锻炼 那身体保养的这么好 咱也说不清 要没有水到的这个病 那我放你喝酒了 那真是 你给你说的 要不是水到的这个病 也就是光吃点的 加糖便饭 也没有特异的保养 身体还这么好 清静的你们吃的 吃的那边喝个鸡呢 清静的 一天三天嘛 现在飞着了还照吃 哦 这平时老年人睡的也照的 睡的也行 把这个睡面也洗好 那要不是 背着的睡觉 睡的一番人 去个窗上掉了 睡的就不能急了 哦 就是平时 这个饮食上也不太注意 反正大有大有的吃的少一点 对那也吃的少 嗯 这个睡觉上方面也都不好 是是是 要不是老人以前都住着屋 跟你说的呢 没这儿没那儿的 真是保养的真不好 也要是那儿 哦 我们这个身好 那边也有遗传 也有遗传 也有遗传 在我母亲它 只没几个豆吧就是 哦 那个遗传就是它 它没那根的 就是我才是遗传 你看它只没六个 最小的也得 八十四五租的 那样的都是八十四五 那个三九八十九租的 还有两个一 小的这又都八十七了 那个很小的这都八十三 它们都活了嘛 就是身体豆腐 这个男男就是说 藏手主要的原因 也跟他一串有关系了 我才一直跟他有关 你跟你说的那 他不影响吃喝 就在床羊子的情况下 他这样也是身体也得很好 也和早上吃嘛 也不吃腰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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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男男的身体真不让 就是说 你看身体这么健康 也区别有遗传 跟你老人家相论呢 区别有遗传也 通过刚才和大爷的交谈了解到 大爷本人是六十九岁 母亲九十五岁 大爷说 母亲的身体非常健康 平时吃得很好 而且睡得又多 大爷讲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就是遗传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